那個Python 像跟eSale 兩者跟你們 其實我跟各位講 如果像剛剛那個事情 如果很簡單的話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用 Python來做 只是說最好兩邊都要會做 那Python當然就是有點像一個 超強的那種 大的貨車 它可以運送超多的東西 去一個很遙遠的地方都沒關係 但是eSale有點像一個小貨車 它也可以 所以有時候你的資料量不多 也許你用小貨車載一載就好了 但問題像剛剛這一題 其實如果用eSale來做也其實還蠻簡單的 所以有時候我自己在想一些題目怎麼去解答的時候 也或許會先用eSale先構思一下 然後再思考說下一個怎麼行 比如說像剛剛這個 然後這個 比如說這些資料 當然如果你今天在eSale的話 它很簡單 它就直接可以貼上了 它貼上好像格式不對 把它轉一下 有沒有 為什麼在Python它不能貼上 因為它沒有像eSale一樣 有這種清單 這個清單 其實就是在Python裡面 list 只是說因為Python裡面沒有視覺化工具 在eSale有 OK 那第二個是如果你要查出它哪一個最多的話 在eSale裡面一樣有函數 統計類裡面有一個叫康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學過康義符 有沒有 這應該很熟吧 康義符 那你只要怎麼range這個範圍 然後查哪一個呢 查這個東西 它出現的是 並且因為等一下向下填滿 那你可以F4一下 其實鎖列就好了 說A跟10 按確定 向下填滿一下 答案就出來了 OK 有沒有3 你就把這個數字抓出來 就OK了 但是這一串其實就是都滑鼠鍵盤做的 如果你現在是要再做一次 變滑鼠鍵盤還要再做一次 那如果層次不要執行過就OK了 它就run 所以當然差別就是說 如果你這件事情 單單只是要做一兩次 而且不是很大量資料 那你就用這個吧 OK 但是如果你將來這件事情 會不斷地重複重複 然後run的資料非常多的話 那你就要考慮把它寫成Python 或者是說你不要寫Python 你寫VBA也可以啊 像這一題的話 如果你要寫VBA的話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你可以把它轉一下 只是這東西的話 再想一下怎麼去寫 OK 那 這裡的話我想 給各位一個思考方向 就是說Python跟Excel之間呢 其實也不是說 誰要取代誰的問題 而是說呢 彼此之間是互相可以搭配被使用的 那另外的話 因為之前微軟他有做一個統計說 未來他希望說呢 本來在Excel裡面是放VBA 但是可能在下面的版本 有可能這個VBA就會被改成Python 有可能啊 有可能啊 但是有這種消息釋放出來 但是什麼時候發生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對 會不會下一次 突然你一打開Excel 下一個版本 突然VBA不見了 變成一個Python 但是我也不下一個定論啊 只是說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微軟的高層 我們也沒有消息出現 OK 我只知道說那個 很有趣的就是像以前 微軟跟Google 可能業績不好下跌的時候 後來找CEO都找印度人 所以印度人來之後呢 業績就上升了 跟城市有關的好像都印度人 所以網路上YouTube 有時候我會看到很多那個印度人有教學 他教的是英文 只是聽得出來是印度人 因為講的英文是有點是印度腔的英文 OK 那其實可能印度人在這部分的那個 數理方面能力特別強 也許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一 我想我們後面呢 就是先把那個第七類 所以一樣第七類 第八類第九類的前兩題先講過好了 因為理論上看得出來應該有可能 是這些題比較優先 那這一題的話 大概我們先來看看第七類 第七類其實就是會考你幾個 就是除了串列之外 另外在那個Python裡面很重要 所謂的那個tuple tuple然後跟set 跟那個dictionary dictionary dictionary就是字典 我喜歡翻字典 反正就是dictionary就對了 那這跟那個串列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大概簡單講一下 這個tuple跟這個串列呢 外觀上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串列是中瓜糊對不對 那tuple的話呢一定是小瓜糊 這第一個不一樣 第二個不一樣就是說呢 它跟串列呢基本上都差不多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說呢在串列裡面 它是可以被寫入資料 也就是我們可以建一個空的嘛 然後把資料用append的可以寫進來 但是呢 tuple呢 它不能夠寫入資料 只能夠被讀取 不能夠被寫入 那怎麼辦 所以通常我們如果要寫入的話 我們先會寫到串列 然後呢 如果要把它變成tuple 我再從串列轉型為tuple就可以了 那轉型很簡單 就是tuple括弧 把一個例子轉 那它就變成可以寫入狀態 變成不能寫入狀態 然後括弧本來是中括弧 就變小括弧 大概這樣 所以702題就考你這個 好轉型 OK 要讓你寫資料 但是先寫到串列 再轉成tuple 大概這樣而已 那第二個呢 就是這個set set的話呢 其實它的跟其他前兩個最大不一樣 就是它放進去的資料一定不會重複 OK一定不會重複 如果有重複它會自動幫你剔除 但剔除它不會跟你講 OK 也就是說set裡面不會有重複資料 所以如果你把剛剛那一題用set的話 你會發現 裡面可能會有重複的都被剔掉了 那有點像是跟Excel裡面有個功能 什麼功能呢 如果說你今天要做像剛剛我們這一題有沒有 如果我今天假如說我把這個複製到 然後複製一個好了 複製一個到旁邊 然後如果我要把它類似上變成set的話 有點像Excel裡面的那個什麼 移除重複有沒有 然後要不要擴大不要 就這個範圍 然後移除這個範圍的重複 有沒有標題 沒有標題按確定 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時候呢 就會把有重複的資料剔除掉 留下 這個有點像是set OK 其實概念一樣 只是說set 其實我覺得python比較難學 就是那個名詞特別多 而且都很抽象 所以我盡量用那個具體看得到 如果你會以set 我想你大概就是要我在講什麼 OK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這個字典 字典顧名思義 就是那個所謂的 類似字典嗎 什麼 但是它的概念就是 有點像兩個欄位 兩個欄位的串列 那一個欄位的話 它叫key key的話就是它的可能像編號之類的東西 不會重複的 OK 那第二個欄位 其實就是叫value key跟value 有一個key 一個value 一個key一個value 大概就這樣 那這個有點像什麼 就像字典一樣 所以其實前面那個manceCL 我們有講到那個mance 其實也可以把它用字典再做過 就是前面可能就是 它的key可能就是幾月份的數字 後面的話就放了幾月份的英文 然後去考試 以後的話就是 反正我考你也許對照就是它的key 然後把它的那個英文 也許就抓 兩邊其實可以用類似這種方法來做 那這個考試大概就考你這三個比較 形態也算是不是那麼常用的形態 但是很重要 比較重要的就是串列 那這三個我覺得是次要的 用到的機會並沒有那麼高 但是如果你用到你一定要會 那比如說我們以取那個702這一題來看 這一題的話就是什麼 宿主 其實宿主就是我們剛剛提過 就是那個tuple就是tuple tuple的話就唯獨合併排序 所以它關鍵就是要把兩個tuple 把它合併在一起變一個 然後還要做排序 那排序的話當然在那個list 串列裡面有那個source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請各位也許先把這個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它這個大概就是我先demo給各位看 也許這邊702 他要的就是 他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他大概要的就是 第一個他說create一個那個tuple1 tuple1的話 基本上他要我們輸入的就是這一些 所以我就把這一些 最後輸入完總共會有五個資料 最後一樣輸入完是-999 把它變成停止 輸入完 然後再來的話就第二個tuple 第二個tuple他要輸入這些 所以我就把它輸入輸入輸入 最後就輸入到也是一樣-999 然後他要我們做出什麼結果呢 OK 他要我們做出就是把tuple1 跟tuple2怎麼樣 把它合併在一起 所以合併在這邊會出現說 這個把兩個tuple合併前 在排序之前的樣子 就是這樣子到8的地方 這個是tuple1 tuple1先放前面 把這個tuple1放過來 把這個tuple2的東西放到後面 就沒有排序 然後再把它排序的結果 排序的話就是由小到大排序 OK 這樣子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我看底下是不是還要做 沒有 OK 那可能我剛剛按到了 好 那請各位稍微把這個題目了解一下 那並且如果可以的話 也許試試看吧 但是這裡如果說我們不用tuple 其實你們也可以用list 比如說我今天不用tuple 我用list 其實也可以 跟剛剛那個蠻像的 先把它借一個空的串列 然後append append 如果說他不是-999的話 那我就怎麼樣 我就跳 如果他當他不是就心真 如果是就跳離 然後放一個兩個 最後把兩個串在一起